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现在是在英国的爱丁堡 昨天过来以后就赶紧的把今天的旅行团订上了 现在早上八点钟,你看这边排着长队 准备坐大巴,开始出发 今天是探索一天的苏格兰高地 从早上七点多开始 这边就有人排队了,陆陆续续的过来了 它巴士有很多量 先到的话就先上车 反正都是一日游的团 基本上线路都是一样的 高地转一转,然后尼斯湖看一看 还是在那个Gate Yagat这个软件订 从这个爱丁堡出发 尼斯湖,格伦科,还有苏格兰高地一日游 大概费用就是六百多一顶点 因为要加税啊什么的 这样它会告诉你你的行程 出发喽,坐得满满的 就早上早点来排队 开队以后呢 上个好位置 正式出发 先要开上一个多小时再去一个景点的 苏格兰这边景色确实漂亮啊 但他还没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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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出发 正式出发 在这一集是 现在我们去走向最后的维护 这一回我会在这边 我会在这边 在这边去的门区 现在我们在这边的手机 我们在这边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 我们在这边的手机 我们现在的手机 我们现在的手机 我们现在是操作了 从哪里的手机 去到几次了 因为这就是一个试试 谁是在要保持时间的机会 因为我们是一路路上走 睡了一会儿 心声多了 现在到了一个叫皮特洛克的小镇上 从这儿出的发嘛 就是爱丁堡 现在走了应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走到这个叫皮特洛克里小镇上 在山里头 待一会儿下个车转一转 紧接着往这个尼斯湖这边走 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 到了景点拍个照 在这儿大概待上个五十分钟左右 你看大巴都来了 皮特洛克里这个山里的小镇上 这就是苏格兰该有的样子都有了 其实说是苏格兰高原 但是一路走过来山也不太高啊 这个 你看苏格兰市的这个房子修得倒是不错 你看 这个苏格兰风情的明星片 苏格兰的 这中间是汉豆 右边是国王 这 这个 左边是谁啊这个 这个小镇确实不错 就待个一个小时 苏格兰布就好了 还可以喝个咖啡吃点东西啊 我的早餐啊打包了 我过一会儿到湖边再吃 就这种小镇啊 可能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五十年以后来可能还都一样的 变化不会很大的 上车喽 现在准备去奥古斯都堡这边啊 八十多英里啊 这都是山路 可能跑的不是很快 到了这边以后呢 吃个午餐 这刚好呢就到这个尼斯湖边上了 有人有个目的杀 吃吃蚂罚 吃味道啊 吃点小语啊 我的庄主说 我可以那些小鸟 这个人 似乎一群 似乎一群 一群小型 这群的啊 很厉害大部分 他们攻击 但是 在这边 网络 现在我们没 float过 这儿 they would fit in the depths of Loch Ness or if you drank enough whisky has any of you driven on the wagon roads? I'm going to jump forward in time quite a lot and this is the part of this dam that is the most impressive to me is this tunnel this tunnel training grounds up here the reason the commando memorial is a pillow would just rest her head I'm going to get Scottish fish and chips because that's a Scottish dish they're wrong this is the first one this is the first one this is the second one 12.30 to the last one this is the Auxerl. this is the Nexer湖 this is basically the road we're going to come to this road we're going to stay in here this is about 2 minutes the fish chips this is not a fish fish we're going to use the Nexer湖 but it's a fish fish. this is the water 就是朝这个尼斯湖那边走呢 可能要走个十几分钟吧 这就是自己买的这个寿司啊,昨天 然后吃饭呢,反正大家都站在这个加油站这个地方 条件就这样了 反正大家自己把吃的带好,行吧 就这么一个小镇啊 这个季节确实要把伞带过来的 我先吃点东西,然后就冒雨前进 看一眼泥丝湖水怪 戴了个帽子,把这个帽子呢 给这个相机戴上 好了,走 现在去湖边瞅一眼咯 这条河应该是从刚才那个洛基湖流过来的啊 流到这个泥丝湖 现在可以选择游船项目啊 一个人应该是十几英镑吧 在那边买票上船 这是自费项目啊 诶,这个雨好像要停的架势啊 这个 哎呦,前面就是尼斯湖了 这是我对英国巨人镇大英博物馆尼斯湖 就是三个避来的点儿,最后一个了 这有艘帆船 太阳能,太阳能,什么的 这只是在湖里航行一下吧 这还能跑到哪去啊,这个湖 这么大 搞这么复杂 尼斯湖啊 欢迎来到奥古斯都堡啊 我们就在这儿跟这个牌子合个影就好了 小的时候不是 有的时候会看那种就是 一些书啊,什么的 说尼斯湖水怪那种的 那种东西读多了,真的是 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这只是一个 就是营销的手段啊 肯定没有水怪,就这么意思 这个湖啊,蛮长的,就一长溜 如果他没有这个尼斯湖水怪的传说呢 可能真的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啊 等一下 No problem 然后有了尼斯湖水怪以后呢 你看这打造了一个旅游景点了 长三十七八公里呢 宽的话,最宽的地方也就是 就是二点几公里啊 就水域面积差不多有个 一千八百平方公里 走我们到湖边看一看 这个尼斯湖的水怪可能有点难 但是尼斯湖的鸭子倒是蛮多的 这好像没有人喂他啥东西啊 他们就过来了 有吃的吗?哦,有点吃的 说这个尼斯湖啊 看的就是 不是很大 但是呢,听说很深 有个二百多米深 二百多米深 不知道在一百几十米 藏个水怪什么的 是不是 那这传说也说得过去 是不是 你要说只有十米深 藏个什么水怪呀 这个 好了,我就在这儿待上一会儿 哇,这个小心啊 还蛮滑的 到这个湖边上来照个像就行了 作为一个环球品鉴水资源专家啊 这么著名的一个湖 其实 我这么也得藏一下水 但是这个水 也感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苔藓一样的 下不去嘴 算了 呵呵呵 真的真的真的 都是这种枣类 算了,别乱喝了 别闹个肚子疼啊 跟这个小鸭子游一会儿 呱呱呱呱嘎 你没想过尼斯湖 好,就这样啊 哦 行,水怪不會就是鸭子 吧 就是找个角度的问题 有可能是一只大鸭子 然后拍摄角度低一点 把这脖子多拍一点 呵呵 这个尼斯湖这边还有一条航道呢 看一下啊 这是闸门 它差不多用了个四五节吧 四五个阶梯 你看一看 就把这个一艘船 可以通过这个航道 你看 给运下来 难怪那个帆船搞的啥都有 原来还是可以去别的湖的 外边下雨啊 我就喝碗龙汤吃个面包 再换上一杯水 这个就是一碗番茄汤 肯定很酸的 不知道放了多少个番茄 反正很酸 继续出发了 景色开了一天 都这样的山路 苏格兰这边山确实是高一些 我们现在应该是返程 但是具体线路的不知道 因为没什么网 这一路上 这才是高原嘛 大巴司机也会把车停在这儿 让我们看看高原 就这样看一下德尔 还是蛮冷的呢 得可以穿得厚啊 这应该是格伦科吧 格伦科高原那边 你们要是不抱旅游团啊 就自己开车的话 可能更自由一点 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走路过去 要慢慢的往上爬 呵呵呵 山上应该是有雪的 我觉得 只不过挡住了 看不见 这是什么花呀 我倒是不认识啊 有认识的 记得给留个言呢 这样一看 构图还蛮漂亮的啊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停车点啊 其实大概的位置都是在苏格兰的西部地区啊 这个高原上边 这个天气呢 就阴阴沉沉的下点小雨啊 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还好呢 穿得比较厚 这山上河啊 湖啊 还蛮多的 要说这样的景色 那我从小看到大 呵呵呵 我可是在新疆长大的 对 又开车带我们来一个牧场啊 说是看一下这个 苏格兰的这种高原牛 基本上都是这种样貌的牛 怎么我看到这种黑牛啊 啊 那边还有一头看一下 哇 这个牛魔王的形象 不会就是源自于这个牛啊 这个牛 还长头发 这脚好长啊 感觉很具有攻击性 来 出来走两步 对对对对 来来来 走两步 对对 嗯 得吃草来 就这这个颜色的才是正宗的嘛 是不是感觉 就跟那个宣传的照片上一样的 像长头发 是不是 这个牛又有点意思啊 这这种棕色的和黑色的 都看到了 运气不错 OK 今天的行程我规摸着就差不多了 该结束了 哦 十几个小时了已经 啊 这个一整天的团真的好累啊 十几个小时 现在也下山了 这边就比较平坦了 地势啊 哦 总算是回来了回来了 太累了 太累了 清晨可能还要堵一阵子的 我们要去老城区的 哇 这都好累啊 总算下车了 他把我们送到了市中心这边吧 自己逛一逛走回去好了 哇 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啊 大家还是多备点吃的吧 还好那我 我也备了一些吃的面包啊什么的 吃了点东西才扛过来的 这视频到这结束啊 明天的话就是认认真真的在 爱丁宝市中心吧 到处逛一逛 而且博物馆什么的参观一下 就这样子了 我觉得吧 大家跟我一样的 花个六百多块钱吧 就是 从马关花怎么赚一圈就行啊 如果说人多的话 倒是可以租车 租辆车慢慢的逛啊 当然了 英国这个消费就是 苏格兰这边很吓人哦 吃也好 猪也好 都是 非常非常贵啊 就这样子了 拜拜